法国一名63岁的帕金森症患者 长期卧床不起 最近却恢复了行走能力 是的 这是因为 瑞士洛桑大学医院团队 在他的脊椎安置了一个 神经修复制入户 藉由传送到脊椎的电脉冲 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行走 作为第一位试用者 患者直呼好像重生一次 研发这一项 神经修复制入户的 Onward医药首席执行员解释 放置在脊椎上的仪器 和腹部皮肤下的电脉冲仪器 相结合 刺激脊椎 激活腿部的肌肉 恢复病患的行走能力 团队计划再对另外六名患者 进行临床测试 预计2026年大量生产 帮助更多帕金森症患者 解决行动不变的问题 帕金森症是一种 神经系统退化疾病 病患会颤抖 僵硬 难以平衡和协调身体 2019年全局有超过850万人 患上了这种疾病 USDA 顺人 德itch 顺人 文